大家好,大家看看後面這班哥哥年輕力創 不過是紮鐵工人,不要在看他 他人工多過警察 都算是一個出賣奴裡面一個非常之有代價的職位 在勞動階層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們紮鐵工人罷工的事件 我都不記得哪一年,06、07年上 當時紮鐵工人要做罷工,堅持了一輪之後 結果以和為貴,兩邊都讓步 算是一次成功的工人運動 好像那次都有涉及輸入外勞 這裏後面什麼事呢? 現在有百多個工人這幾天 走去職業訓練局外求職 我失業了,沒什麼可以做 表面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又說失業率很低的 當然是,我相信他們有些已經說 要轉行做這個送外賣了 送外賣怎麼都不會有幾匹人工 所以香港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就馬上有一個敏感 又不是敏感 早一陣子才看到張宇人兩元張出來說 香港人工貴啊,飲食啊,輸啊 我都說了,飲食行業,那些人就上去了 說上去消費啊,因為香港人工貴啊 幸好輸入外勞而已 韓國業也有了,開小巴也有了 是不是?我們記得的 世神劈完了,政府,阿超說 我們不認得香港工人就業 原則為優先 那結果又怎樣呢?結果這幫人就 我失業了,那你為什麼不先請我呢? 有我的位置很眼光光看著外賣來拿了 是不是?那頭叫我,沒什麼你做,不用開工了 做完了這個job 那頭看到,咦?不是啊,有人上班了 那就是外勞替代了你了 你用什麼方法?保障,保證那些紮鐵僱主 盤頭,請香港人不請外勞呢?沒有,是沒有任何方法的 你的積訓那些官呢,也是阿保龍或者李家超 或者陳茂波,賈大空,是不是? 可以的了,我們什麼都搞得行的了,其實什麼都不行 一輪就是不著邊際的官方 而不是監視監視的條毛呢?結果就是這樣了 很現實的,還令人悲嘆的呢?就是這幫工友們 沒有了公盟了嘛,就有工聯會的嘛 紮鐵工人總工會之處處理的名字了 我們記得當年勞工問題嘛,工聯會又有他的工會 工,即是沒有發動罷工啦,工會 根本是李卓人,那次是他成名之作 馬流工人,紮鐵工人一次啦,另外貨櫃碼工人 罷工又一次啦,是不是?所以李卓人的江湖地位就是這樣來的 那現在拒旺爺,那就好了,有人收集簽名 竟然都被警察監,是不是?他們去求職,不敢說自己示威 絕對是應該示威啦,現在沒有了示威的王爺 夏寶龍說香港很輝煌,輝煌到沒有了示威,幾好威煌 五月一號是沒有示威的,工聯會呢,開幾招而已 幾十年來,香港是七一有示威,五一有示威 有些十月一號有示威,遊行啦,好示威就好了 沒有了現在,寶龍的貢獻就是,令到香港更輝煌 我不知道怎麼輝煌啦,最少有份工啦,不輝煌都沒關係啦 養到頭家啦,那些扎鐵工人就很無奈地走來 那遲些就可能是,送外賣見到他這麼大隻 為什麼送外賣啊,黑曼曼的呢,這位阿哥這樣 啊,原來是扎鐵工人,由這個三萬元工降級到一萬 養妻活兒,還要供樓,看這個故事都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啦 香港的傳奇來的,就是供樓都供到樓 那本來是好事,絕對不是說看輕他們 就是出賣努力而可以賺到較多的錢 我們絕對是贊成的,公平了,令到社會 但是稍有,成就稍有機會呢 那這些政府啊,加上商界呢 將這些機會呢,就照顧了國內同胞先啦 那香港人呢,因此呢,又更加輝煌了 就是進入失業的輝煌啦 啊,這樣啊,而他們又不敢做事 做任何可以做事,就是說抗議活動 開記招都沒有人幫他開 那那個,當然啦,你叫工聯會幫你 還是叫民建聯會幫你呢?現在只有他們啦 工人代表啦,當然啦,我們知道工人代表 往往都出賣工人的,我們又不可以期望這麼高 但是問題就是,那這兩家工又怎麼樣呢? 是吧?實情就是這樣的 他們正在呢,他們被搶犯本啦 還有一件事呢,我即日看就不是很多人報導 我希望多些人去調查,媒體報導 我只看到兩個媒體報導而已,這件事 所以呢,如果大家看到這條片呢 就應該要感動身受的 因為香港就是這樣啦 現在這些這麼不妥的東西呢 是沒有人敢報導的,免得出事啊 是吧?他們都不敢說自己示威 自從有了23條之後 那現在呢,去年7月開放差不多一年了 建造業輸入1,200個外勞名額 那呢,踏入4,有4輪申請 現在呢,就批出輸入了7千多人 其中呢,紮鐵工這件事佔了712 那就引到呢,後面呢 有百幾個紮鐵工呢 在招聘日上求職啦 那就只有兩個空缺 全都是學徒來的,就是紮鐵工的空缺 那呢,走去勞工署,求職啦 是吧?這樣就質疑被搶犯本 是吧?兼職送貿賣 那有一句名句,我相信可能在公運裡面呢 新聞都拿了來做標題啦 我寧願做一個外勞 生活得好過我現在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的確,是吧?輸入 你這份工就被他拿了 那些專才都是啊 醫生啊、牙醫啊 很多 你不如做大阪區居民吧 在那裡開店,沒有在那裡 香港人可能不止上去消費 上去開店 那就大家好了,老闆也上來 火記就上去打工 跟著消費者就上去 那大家就在那邊重聚 遲早出現這些現象 是吧?當然啦 變為一國一制啦 我覺得是時間問題啦 我們算是懷舊還是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是吧? 那紮鐵公司的發展局回應呢 就是 你看看這些官腔啊 外勞計劃要求僱主不可以輸入 勞工取代原本的僱主 你要求而已 那如果他怎麼做呢? 我說你一定會這樣做 你稍微經濟常識就知道 等於你買一件東西 你買這支筆是一元 你又看不到 這支筆是一元 這支是兩元 一樣這樣用的時候你買哪支? 講得多餘啊 兩個人一個便宜一個貴 一樣的啦 一樣這麼大隻 都是年輕人做差不多的東西 技術差不多 你當然要我外勞啦 還沒有那麼多的結局 起碼不會先去示威 是不是? 發展局就說不會 如果需要先財減輸入勞工 但是那些 求助又無門 示威又不行 走去叫這個工聯會 他幫你簽名的 都穩定過 駕警車在旁邊 有個豬籠車在旁邊 有十個八個警員 盯著他們 這班 我們沒什麼好 就是呢 警員多到呢 警員又說不夠啊 又說缺人啊 還差兩、七千幾個空缺啊 怪不得啦 連人家 找工都要派幾個警察在那裡盯著 怪不得啦 難道你說 賺錢而已 怕他打人嗎 有沒有這個事件發生過啊 有歷史以來 求職 現場求不到職 打人啊 要不需要這樣啊 就得人的頭 警察就得人的頭 結果就是這樣啦 那你抱著警察在那裡 大聲說話都不敢啦 是吧 以前呢 二十幾天呢 就有五萬元入息啊 原來這個行業這麼好 我老了 又瘦猛猛啊 我不可以啦 現在只有兩天 好警的時候 買了房子啊 這樣呢 沒辦法了 就是降格啊 又做中工啊 做油漆啊 集工啊 都照了 因為養妻活兒 又要借錢供樓 原來就是 那五萬元當然供到樓了 但現在找回兩萬 三萬 他們都找不到啦 因為外勞債這麼便宜 比你便宜 是不是 那還穩定一些 因為夠便宜就自然有工作啦 有事都先找一些便宜的 所以他們就穩定了 你也是啊 香港人是啊 不可以便宜的 但是又沒有啊 你的工作被人做了 是不是 那有些這樣的 就是 不斷是 如果看新聞就會 看到很多這些 就是他們個別的故事 就是以前幾好啊 上班都不想回 但是現在只剩幾天了 機場衫跑石股 周股 東北大型項目 很多外勞啦 日本地人沒有辦法受聘啦 那我們都見啦 不知道整個很大的 就是居住的地方給他這樣 全部是國內的錢來賺 我們自從有了李家超做特首之後 所有香港的利益都是向北輸送的 這是他那份工作的條件之一 就是不照顧香港人的利益 照顧國內人的利益 那最近呢 這個 就是 夏寶龍說完之後呢 他都發表了一些意見的 有幾個體會的 但是他最大的體會呢 就是有五點領會的 要做好高質量發展 要適應潮流啊 大轉變啊 是 發揮獅子山下 獅子山精神 寶龍說獅子山精神 他又說獅子山精神 我們 講了幾十年 我也講了十幾百次 是獅子山下精神 不是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沒有精神 獅子山下才是住的人 獅子山那裡是沒有人住的 有人行山的而已 所以這些人呢 肯不肯讀多些書 就算你不讀書 也有些常識的 可以不可以 是 團體拼搏精神 他就說 就是回應 夏寶龍 擦鞋 又至極興 五點領會 五點領會 又要職業員 大局發展後盾 這些擦鞋說話 絕不欠缺 但是怎樣解決香港問題 解決我們後面這些公有的就業問題呢 不好意思 他叫你呢 不要軟天猶人 要積極作為 就是自強不適 麻煩你 那我就說 當年我罵董賢 其中一句呢 他叫人香港逆境自強 叫各個人呢 就不說 我用鬼要你的政府 用鬼要你做特首 什麼都叫我們自己搞定 現在這幫人呢 只有兩個方法解決的 要不就示威 逼政府改變 不行就坐牢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這樣呢 都沒有了 沒有其他的 就逆來順受 是不是 轉行做這個散工 做送外賣 這樣呢 將一個好的職位 紮脫這些賺錢的 我自己是專業人才 香港 貢獻香港人 培養了 又要積分又成的 他們都不是說做做的 不是大隻做到的 專業技能的 需要 竟然是失業 然後把工作機會給了 上面的人 他們去掃街 做清潔工 是不是這樣呢 做保安 是不是這樣呢 你這樣怎麼對得起香港人呢 李家超 你怎麼領會呢 叫你不要怨天猶人 就是這幫人 現在走來求職 他是怨天猶人 再說多兩句 就是抓人封艇 我們幫他講話 是不是都犯法呢 唱衰香港呢 煽動仇恨呢 煽動對政府不滿呢 是不是 香港人 屍子山下 可以盡到機緣 很認識面對大潮流的改變 是不是 就是自從我們 革命失敗 爭取民主失敗之後呢 這些呢 大家要面對 就是沒有了 以前呢 還可以吵一下 是不是 還可以搞示威遊行 搞罷工 現在呢 就國安法 嚴厲對待了 那唯有呢 就 我覺得都不是很悲的 就是個個 拿中環 是不是 空樓就賣了它 然後 就是 躺平 你專業的人都沒有了 是不是 如果醫生律師 但是都送外賣 那我們是不是要適應轉變呢 是不是 我也不介意的 我不做都把他去賣外賣 但是我不是 我不寫稿啊 以前都寫稿不賺得很少錢的 我是基層生活的 我不介意 但是很多人的支出很大的 比如這些人 香港人 有要政府什麼 這個行業很慘的 那時候我留意過一陣子 他們有病 全部是建工 日工 日工 非常適合資本主義的 自己彈性很大的 但是資本家就不負責的 阿成哥那些 起樓賺多少錢 不關你的事 總之那一天請你 那一天就 人工很高 他們夠勤力夠拼命 但是病了 全部醫藥費那些 都是自己搞定的 所以那幾萬元 都是有血有寒的 但是這樣的環境之下 的一個工作條件 毫無保障都被人搶了 他們怎麼能夠保護自己呢 要是靠工會 這批人 入了 入了這個工聯會 當然可以 工聯會幫政府 幫資本家 好了以前有工盟 沒有了 這個就是 看到時代的悲傷的地方 工人階級 或者照顧到自己的利益 這個是可恥的 你不要跟我說 夏寶龍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熟過你很多 你早就背棄了這個社會主義的理想 所以你才看到這些情況 是不管 只是懂得在那裡喝喝吃吃 叫李家超不要給這些工人爭取權益 如果爭取就抓他 誰幫他出聲呢 都抓他 是不是這樣呢 馬克思的理想 希望 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這麼平等的理想 是不是 習主席都想 軍庫社會主義的理想 軍庫社會主義的理想 來到香港 竟然是未見其利 千見其害嗎 說遠了 總之這個時代就是悲劇多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有時候 就是 階級醒覺 是要自己醒覺的 是不是 不要搞到簽名都不敢 是不是 喊兩句口號都不敢 是不是 人家當然欺負你了 當然了 也可以選擇 躺平的 是不是 我都提議 躺平或者移民回大陸 生活做外勞 然後以外勞的身份回來的 因為有個人說 我覺得做外勞比我現在還安定 香港的悲哀 好了 多謝大家